农业粉专林北好油的版主林玉宏 他来揭露了农业部进口弹的相关弊端 结果呢却遭到死亡威胁 甚至呢恐吓会危及到他的蹊跷 那么外界痛批啊 这根本就是借刀杀人 难道民进党现在是黑道治国吗 来听高雄市议员陈美娅的看法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就是黑道治国 当你对这个政府发出反对质疑的声音的时候 甚至你把真实的事实披露给人民 但是你披露的这个事实 是政府不希望你去披露出来的 这时候他们派出来的打手 就是这个所谓的网军 就会用各种 以前只是会用辱骂的方式 抹黑啊 然后栽赃啊 然后给你制造谣言的方式 现在是已经进化版道 就是恐吓你的身家安全了 那这个是非常夸张 然后非常觉得 让人觉得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在台湾讲真话 却没有办法是获得到我们的言论保障的 当之前蔡英文她说 人生活在台湾的每一位人民 不需要去为自己的认同而感到道歉 但是呢 她说你说的话一次 政府如果听不到 你就跟他大声说 她说你要讲的实话 政府再听不到 你还可以拍桌子跟她说 现在人民已经要翻桌了 要跟这个政府说 你这样子做已经太超过了 他们把真实的事情 人民已经无法忍受 把事情披露出来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怎样 政府纵容这些网军出征 然后甚至威胁他们的身家性命 要搞得所有这些敢讲真话的人 都变成说只好乖乖的低头 然后只好乖乖的躲起来 只好乖乖的不敢再讲真话 难道我们要变成一个专权 专制的一个国家吗 好来看到现在是不是黑道治国不演了呢 另外台北市政府现在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中央续产会要不提供 进口弹的流向资料 可是一直到昨天下班之前 拿到的资料还是不齐全的 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就说 会依法来开罚三万到三百万 如果还是避重就轻的话 就会再开罚 昨天卫生局再次到中央区厂会去机查 区厂会告诉我们 他仍然要向农业部长官以及律师 讨论之后才能提供 所以昨天最后仍旧没有提供 相关进口弹品留下的完整资料 卫生局将会依法开罚 而且持续要求中央续产会提供完整资料 如果仍旧不提供 我们会持续开罚 那这次的开罚金额可以最高的到什么 依照规定是三万到三百万 那卫生局会经过专业的判断来进行拆除 好现在进口弹的争议引爆了全台的食安风暴 加上很多县市学校 现在营养午餐是禁用夜弹的 这也间接导致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国产鸡蛋的抢购潮 那么台北市弹商工会的理事长林天莱就指出 如果下周弹价就要涨两块钱 这也是本月第二度的调涨了 台北市弹商工会理事长他就说 如果国人持续对于进口弹产生一些恐慌不敢买 那中秋过后恐怕还会掀起更高的涨幅 预料至少有涨价十元的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